包裝的有效期限是兩年 可是小包裝的有效期限是三年 班主一包一包米粉 仔細檢查標示 老子靠虎牌米粉的宜蘭分中廠 招務衛生局查獲產品涉嫌標示不實 那這一次我們查購到現場 有一些儀式的違規產品 是13,225 55公斤 一箱箱產品共有13,000多公斤 標示不實產品全部封存不准賣 違規的粉皮全是因為進口輸入的包裝 跟分裝後的小包裝標示不同 仔細看外包裝的產地明明是中國 分裝後卻標示為越南 還有外包裝寫著有效期限兩年 分裝後卻標示為三年 違規產品共五項 虎牌中寬粉 綠豆粉皮寬粉 綠豆粉皮 還有虎牌粉絲125公克跟210公克 照規定一項一罰 每項將各開罰4萬到400萬元罰還 被衛生局查獲後 虎牌總公司出面認錯 觀光工廠前遊客絡意不絕 但得知虎牌米粉涉嫌表示不實扣 遊客信心大受影響 是應該有企業自己的良心吧 對不對那當然如果確定是這樣 那他們就不應該吧 我們不可能說這個醬油有問題 那個胡椒粉有問題就不吃 可是如果一直都是欺騙我們的 我覺得我們會奮運的 目前衛生局已經要求業者 在6號晚上12點前完成下架回收 業者也表示民眾可以拿商品去退貨 但食安問題接連爆 連老牌米粉都涉嫌標示不實 實在讓民眾吃得好不安心 記者林醫生宜蘭採訪報導 以上 陳博文貴 都涉嫌 Wade